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回到2024年1到4月 雅思提库新提part2part3的人物类的讲解 那么这次人物类我们有三个话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和老人有趣的谈话 Describe an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you had with a very old person and you should say who this person is and when and where you had the conversation and what you talked about and why you think it was interesting 很多人在这的话就会说 这不应该是个人物类吧 这不应该是个事件类吧 其实我觉得这种 因为dependent on他怎么问这个问题 大部分的时候 咱们的口语part2它都是个故事 这是一定的 所以你非说它是事件类 这都是可以讲的 again 这个关系不大 我们一般跟人相关的 咱们就把它放在这记 这样的话会好记一点 主要的话 你就是讲一下有一个老人 然后你跟他讲话 他是谁 你先介绍一下 然后之后你们干点什么就完了 那么我们在这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思路来讲 就是怎样 因为它是个非常万金油的题目 所以我们可以讲任何事 你比如说你随便掰一个老人 然后你就说我去成都了 可以讲对吧 旅游了可以讲 用到我们地点类的题目 然后你也可以说任何一个事件类的题目 你比如说这个人他跟我讲说 他去这个视频面试 然后有一次 然后还是电脑坏了 还是whatever的 这也很有趣 对 然后或者说我们去东木舟 滑东木舟了也很好 或者他看电影去了 看了一个电影 那电影里边是什么 还有个小伙子 这个 是个 之前是个中国人 对吧 然后演了这个美国大片 特别好 都可以 对吧 所以这是个万金油的题目 你看你自己想讲哪个是哪个 我在这儿呢 给大家提供一个 以这个独木舟的例子 给大家提供一个故事 我们来一块看一下 我有个有趣的 在他的70年 一位最好的 医疗的医疗 在我的城市 有很多 生活的经历 和有趣的 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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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 在学校和学校的 和学校 我提供 提供的 从他 在他 成功的 职业 他 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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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最好的 选择 选择 the bus of city life is to spend peaceful time with family he often goes double kayaking with either his son or grandson according to him double kayaking is not too difficult even for beginners with about half an hour of practice anyone could figure out how to paddle properly and navigate the kayak safely he shared an exciting recent experience where he and his grandson paddle a double kayak on the lake near our city the lake was a beautiful and peaceful place surrounded by trees and nature it provided a cozy environment to enjoy the quietness and gentle flow of the water while having a great time with family which helped him unwind taking his advice i tried double kayaking with him once now i must say he's right slowing down a little bit to clear your mind and recharge truly rejuvenating i looked forward to doing this with my family in the future as well ok 所以这主要的这个故事你看我进行稍微修改是什么之前咱们那个叔叔就是个啥 网红大叔是吧既是个网红又是个lawyer对吧那这次呢我把他改了啊把他改成doctor了 对咱们稍微的改一改你想用lawyer接着用lawyer你想用doctor用doctor你想用accountant 啊business person什么都可以啊 but anyway 这个故事整体来说我在怎么引出这个话题的就是我经常去问他一些建议 然后这一次的话呢我有一些burnout就是说有一些过劳了对吧 然后呢我就去啊问他啊建议啊你你这么优秀这么这么成功对吧你是怎么输压的呢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啊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划动舟啊跟发目的一起 然后呢这一段基本上就是咱们动舟那个完全几乎都没有改啊 然后呢最后我就总结一下我说啊这个确实有用啊就完了ok 哎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非常的有趣啊 好part three how do people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an elderly person 人们一般怎么样和老人可以对话啊我觉得这个题目有点二对吧 就是呃你跟老人对话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吗 我觉得最主要区别可能是老人他比较哎怎么说你可能有一些老人对吧耳朵不太好使你要大点声 或者你要更有耐心一点可能说他讲话比较慢一点啊 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年轻人最主要一点就是要倾听啊 因为很多人总觉得啊老老人对吧呃你跟我一不一年代的你懂什么呀 但实际上人性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你会发现为什么历史总是重复 就是因为人没有变这个动物没有变人性没有变的 所以有很多时候老人讲的东西呢还真的是呃非常有他自己的智慧的 ok好我说interesting question honestly i don't think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an elderly person is any different 呃in my view people should learn to active listen to the elders opinions because they have gained so much wisdom throughout their lifetime young people should slow down listen to them respectively and engage in a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 i always gain so much value from these talks ok所以我就说年轻人对吧就这样就是首先无论你是不是老人对吧你都应该好好的主动的倾听啊 倾听完了之后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很多智慧年轻人主要呢有的时候不愿意跟老人的沟通是这样心态浮躁的 对吧你应该哎慢下来好好听他们讲的然后呢这个建立一个比较有这么建设性的这种啊谈话啊这么一个conversation交流 然后我说我经常从里边能获得非常多的价值嗯但是说实在的这个有我感觉在国内跟老人好多时候是确实讲不了太多这么有的没的 但是我说实在在加拿大的时候很多这个老人真的因为他对待你非常的平等对吧他也不觉得啊你是小辈你要听我的还怎样 然后他就是只是在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真的有的时候能分享自己的观点对吧他不会说强迫你会去怎么想啊所以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能学到蛮多这个不同的认知啊 第二题我看young people learn from old people啊这个年轻人从能从老人那了解学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呢主要呢其实很大一点就像我刚才说的历史总是重复自己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尤其是这个搞金融啊什么的经济学有的时候老的就是比年轻的强在一年就在于他见过对吧你比如说一个经理 一个基金经理他经历过两次金融危机他都顺利活下来了和一个毕业没多久但是真的是全都是精英学校毕业的 然后清华北大毕业然后又上哈佛读了个这个哈佛Business School然后出来给你管基金你说这两个人谁管的好不好说啊不好说因为这个经验还真的有的时候非常重要心态各方面都是问题对吧嗯所以我觉得呢在这儿我是这么说我说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eir older people have gained a lot of wisdom they have witnessed uh various life events such as economic downturns unhappy marriage broken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etc they can offer valuable life experiences to young generation helping them navigate through life more smoothly ok 所以这儿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很多老人他们的他们经历过他们见识过了非常多的 人生的事件啊比如说经济不景气比如说九九十年代下岗潮很多人经历过对吧然后之前whatever的那他们对于这个呃所以这有的时候也能解释为什么北方很多家庭他们就特别喜欢这个体制内对吧因为那时候下岗潮好像是国企多吧然后但整体来说他们就特别追求稳定啊所以有的时候年代会改变一个人思维 然后unhappy marriages这个肯定啊这个肯定啊这个肯定啊越大的人越见过越多broken family relationships这肯定也是对吧嗯这些都是你可以从他那学习经验的 然后呢他们呢就可以帮助年轻人navigate through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轨迹走好啊大概这种感觉啊 第三题do you think older people can work better than young people 你就知道老人会不会工作比年轻人强 我觉得他首先是要de depends 其实我们从很多的这个职业咱们都有讲说 有的叫做青春饭对吧有的叫做越老越值钱 嗯这个就体现出来了他这个不同的工作是有区别的 所以不只是说一个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对比 所以有的工作呢他比较喜欢他比较重经验 有的工作呢他比较重体力或者说比较重这个创造力 所以呢这就会有区别 所以我说while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type of work professions that rely heavily on experience such as law medicine and accounting often give older professionals an advantage over younger individuals however in fields like computer programming young people are typically sharper and more efficient ok所以我说这个呃尤其是像这种专业人士 比如说law year对吧 然后或者说医生或者说会计师一样 就是不是他比较重经验 你比如说尤其是法律 但其实他都非常重啊 嗯你比如说从这个一个会计的角度上来讲 有很多非常老的老练的这些会计师 就是他单纯的就是见过更多不同的客户 然后他也见过客户经历过不同的时期阶段 不同的政府政策 不同的税务政策 就是所以呢他他在看很多东西的时候 他会直抓本质 对吧 然后但是很多年轻的人 他真的就是他没有这些background的时候 包括我们无论是做审计还是税务 没有很多background的时候 你跟人老板聊 我感觉有的时候都聊不到点上 你一直在强调那个technical的东西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看不到那个big picture 对吧 所以我觉得是这一点 然后但是你像比如说编程 通常当然dependent on你的级别 对吧 但是好像通常确实是这个知识更新换代比较快 然后年轻人通常的体力也比较好 所以呢一般来说就做的更好一点 第四题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having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living in the same house 有哪些好处 如果有年轻人和老人住在一个房子里 很简单 坏出一大堆 但是他这让你说好处 好处就是什么 第一题第二题在里面讲了 能学习到他们的人生智慧 对吧 第五题 has all people's life quality improved when compared to the past 老人这个生活质量 这个是不是比之前有所提高 我觉得非常必须的 对吧 咱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来说 就是咱们来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退休年龄如此的低 那有的人可能现在说了 不是啊 不是逐渐变成6065了 6065这是在国外已经好几十年了 但是在我们很多人还是什么 50岁退休 55岁退休 对吧 为什么我们退休年龄那么低 是因为之前的这个人们寿命本来就不成 对吧 然后他你让他60多岁的人 尤其是咱们总说60大寿 你现在有什么可60大寿的 60岁跟人还年轻的不行 对吧 因为之前60岁的人他基本快快入土了 对吧 那之前的话60岁 你再让他去做很多工作 他确实做不了了 或者他生病了 或者怎样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现在人们呢 至少这个把这个病解决了之后 他的整个人生的质量 肯定是会有所提高的 所以我说absolutely you can see a direct increase in life expectancy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is improvement in life expectancy directly enhances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all people as they're healthier and can actually enjoy their retirement ok 所以这里呢 有一个好词 life expectancy 就是说 就是寿命 基本就是人的这个平均寿命 这种感觉 然后over the past century 对吧 在过去100年增长特别多 然后呢 他也就直接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的质量 因为他们更健康了 然后可以真的好好享受他们的退休 对对题 do all people share the same interest with young people 老人和年轻人有没有相同的这种兴趣 那我觉得其实的话呢 现在有很多真的是 大家有一样的兴趣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老人 对吧 人90多了 当然他去世了 但他去世是那种 人生无悔的那种 对吧 因为人90多岁了 还去滑雪 然后还参加那个 自行车比赛什么的 对吧 所以你就看 其实很多时候呢 这个年龄也就不是问题了 as though people are generally more healthier Nowadays people of all ages have a wide range of interests and hobbies and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is cannot be shared across different generations for example older people are curious about social media which younger people often have an interest in 所以这随便举了例子 我说虽然 就是说 有很多人都觉得 年轻人更喜欢这种网络的东西 但实际上你就看现在老人个个天天刷抖音 ok 所以他们是 这样 there is no reason 没有任何原因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拥有相同的 interest and hobbies ok 所以就这我就回答好了 我就说他们没什么区别 大家可以用一样的 能说会道的人 describe a person that you know who likes to talk a lot 一个特别能说的人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其实直接 咱们下面都不用太看 这是谁 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用通常都讲点啥 然后 你这个 你对他有什么感受 这种人是什么 万金油的题目 对吧 你前面那个 咱们刚说了和老人有趣的 谈话 我们就说这个人很爱讲话 然后我每次 跟他去讲话 对吧 然后就是我去找他一些 要一些 人生的 经验 然后他就会 跟我讲 他跟他孙子去 划船了吧 怎么怎么着 ok 所以 你会发现 这基本上直接套就行了 你怎么知道的这个人 他是我uncle 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人 ok 就很简单 直接套前面那就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 part three 第一个题 what communication skills des a talkative person have 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对吧 特别见谈的人 他有什么样的沟通技巧 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伪命题 因为我感觉特别能说 见谈的人 其实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技巧 而是他天生就喜欢说 对吧 就是他 他很喜欢发表自己的观点 然后 那我当然是也是在强 尝试着去让你们能说多一点 但是并不能让你变成见谈的人 只是能让你在答题的时候 多答那么两句 对吧 所以呢我这么答 我说I don't think talkative people necessarily possess skills that other don't have they are natural at establishing conversations with others they are usually very confident and don't worry about how others think of them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skill that people can develop 你看我这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我不觉得这是 他们真的比别人有多么多的技巧 单纯的是他们什么 他们就非常的天生的就可以跟别人聊起来 就是 那叫什么 就是 非常快熟的人 对吧 很快能跟别人熟起来 然后呢 他们通常是怎样的 非常自信 而且呢 他们不太考虑别人怎么想他们 其实很多人他不敢张口 就是说 有怕我说这个不好听 别人在怎么着我的 觉得看低了我了 还是怎样 所以 这些一般特别能说的人 他不在乎那么多 他想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整体来说 并不是一个技巧 并不是一个你能 学会的技巧 你能学会的只是说 把这话说的更好听一点 但是呢 并不能让你变成一个更健谈的人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第二题 is it good to be talkative 健谈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整体来说呢 健谈是我们应该都这么说吧 他是一个双刃剑 对吧 因为如果他说 他总是说一堆没用的 或者说说一堆 不是很好的话 乱说 乱说话 那确实可能会给他招着一些麻烦 但是呢 同时 那个比起机器内向 话完全说不出来的人来说 他们也有很多的优势 OK 所以我们来看 Well being talkative is sometimes a double-edged sword While they are good at 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s quickly Due to their uncontrollable urge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re are more chances they will ruin a relationship by saying something unwisely So I think no matter what Speaking wisely is the key OK 这里面呢 有一些好的表达 一个是WH sword 对大家都会 双刃剑 然后呢 还有就是 我说 他们有的时候呢 他们虽然会 他们很能讲的吧 很能跟别人建立关系 但是 由于出于他们的这种 无法控制的 想要表达自己的欲望 然后 他们就非常容易会 由于说了一些 不是非常聪明的话 然后呢 导致 关系又破裂了 所以呢 无论如何 这个 说话 说 要说的有智慧 才比较重要 第三题 How should parents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to talk more 这个家长怎么能 鼓励小孩能多说呢 说实在的 我这个真的不知道 因为 这个回答 我是从你们的角度回答啊 就是说对于 你也没有一个小孩来说的话 你说你更不清楚 那我怎么教我小孩 讲话这件事 这怎么讲 所以我在这 我这么说 我商量先 拖了一下时间 我会把他们放到一个 非常强制需要他讲话的处境里边 这样呢 他可能就会讲话 然后呢 我也可以多问他一些问题 就是proving question 是属于那种 就类似于采访他一样 对吧 他 他可能就用两个词来回答你 但是你可以再往下深挖 深挖 你一直问他 一直问他 一直问他 然后这样他逐渐的就把自己想法讲出来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 供你们参考 第四题 How should people encourage children to express themselves When men ask questions that they are free to answer 这又是个难题 对吧 就是你能怎么着 让自己的小孩表达自己 当他们问到了他们自己不敢答的问题 那这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觉得我这个题目 我觉得你如果想答的好答一点 你要给他先设立一个场景 就是说什么时候 小孩他觉得 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对吧 你先想好 这应该是个什么问题 然后你再想 那可能 对吧 你能怎么着去帮助他 所以我在这想 就是比如说他考差了 对吧 然后他肯定就不敢告诉家人 所以这是一个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家长怎么能让他讲出来 那你当然就要告诉他 没事 不会有事的 对吧 你考多少份 我都支持你 你建立这些信任之后 那你小孩可能就会好好跟你讲了 我说 Well another challenging question Considering my childhood experiences I recall facing similar situations I was afraid to share a math score of 90% with my mom as her expectation was above 98% If parents reassure their children that there will be no negative consequences and emphasize support in improvement it would ease such fear OK 所以我这主要讲的就是 对吧 你考分考的低 但是呢 达到不了家人的预期的时候 你就不敢讲 但是呢 如果家人 对吧 如果家长 reassure 重新确认 告诉他小孩 没事 不会有不好的结果的 我会帮助你 对吧 我全部支持你 那这时候呢 可能这种恐惧就会变少 小孩就愿意讲 第五题 On what occasion Do you think a child should talk less than usual 什么时候呢 小孩应该讲的少一点 其实有很多 occasion 你比如说 咱们之后有这个题目 事件里边有一个题目 就是说 在什么地方应该非常的安静 对吧 那你比如说 他去电影院啊 或者说他去这个图书馆啊 这样他都应该说话更少一点 或者说说话的时候 声音也更小一点 在这儿的话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考试的时候 我说 While there are occasions such as during exams when children are not allowed to talk in regular classes children are expected to ask only useful and good questions at least in my school this means that children should remain silent and focus on taking good notes unless they have a very good question to ask 对吧 就两个例子啊 一个是我就说 exam的时候 他不允许说 另一个是上课的时候 也应该只问有用的问题 不要乱问 对吧 这样的话会打断老师 所以至少在我上学的时候呢 这个小孩应该怎么 保持沉默 好好呢 记笔记 然后这样的话呢 指问比较好的问题 OK OK 我们看一下第六题 What jobs need employees to be talkative 有什么样的工作 需要这个员工 是特别能说话的呢 我觉得主要呢 就是所有的客服 就是服务类行业 其实最好呢 都是比较能讲话 对吧 因为你要服务客人 对吧 很多时候呢 你如果自己不愿意讲 你也可能挖掘出 客人到底是什么需求 那你无法 你不知道他什么需求 你就更难去满足他 所以我说 Most client-facing jobs Usually require employees to be somewhat talkative So they can build reports quickly However Depending on the client they are serving They should speak professionally For example Auditors are very client-facing But they should always ensure that they have the facts behind them Before asking questions and speak wisely to protect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所以这主要呢 就是举了一个 我们自己行业的例子 首先呢 我说 Client-facing 你要需要面对客户的这种工作 通常都需要你 基本上有一些能力 对吧 能跟着 这个能比较健谈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更好的去build report report就是 就例如你能跟他寒暄 然后大家能把这个话讲起来 有一些 有一些基本的这种 一来一回 对吧 这种 然后 那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其实呢 你主要是要讲的更专业一点 你要职业化一点 然后你比如说审计人员 对吧 你经常面对客户 但是呢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一定要背后有一些 就是说 事实的根据 再去问他们 因为不然的话呢 你也是乱问 他们也不知道回答你什么 再一个呢 就是你讲话的时候 无论是对客户 还是对别人 你也要讲的更聪明一点 然后呢 来保护这个客户的这些 我们叫做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就是 保密的这些 信息 好客之人 describe a person who is good at making people feel welcome in his or her home who this person is 这是谁 how you knew this person 你怎么认识他的 然后how he or she makes you feel welcome and explain why you think he or she is good at making people feel welcome ok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其实有一个题目是可以串的 这个题目是什么 我们保留题里面叫做喜欢烹饪的人 因为那个呢 就是属于发生在一个朋友聚会的一个场景下 非常容易串进来 对吧因为他喜欢烹饪 喜欢给朋友做饭这些事情 喜欢招待客人 招待朋友 那岂不就是一个好客的人吗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相对说非常好串了 那是不是叔叔就不重要了 因为咱们那故事里边经常是建立在这个叔叔上面 他完全也可以是你的同学 也可以是whoever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上呢 继续用叔叔这个词 但是你也是可以把它进行改变的 ok part 3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do people in your country often invite others to their homes and why 那我觉得这肯定了 对吧 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就是这样 我就说 certainly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hospitable and love to enjoy a good meal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we have a deep food culture that revolves around sharing the best dishes with others and we dislike eating alone so I often invite people to my home for dinner and hang out likewise I visit others' houses quite frequently too ok 所以很简单 就是一些好词 hospitable 就是非常的这个 好客 然后 revolves around 就是我们的文化是 就是围绕着 围绕着这个 分享最好的食物 给 给不同的人 ok 第二题啊 这题不好答 what do you think of serving food to visitors 你对于给你的客人 对吧 给他们一些 怎么让服务 他们一些食物 有什么看法 我没太想明白 这个怎么答会最合适 最简单 所以我大概呢 就是打了一些 比较 笼统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具体 因为它这个题目也没有那么具体 所以我就说 I consider serving food to visitors as a gesture of hospitality and warmth It's a deep-rooted cultural practice cultural practice that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sharing meals as a way to strengthen bonds and build connections whenever I have guests over I make sure to prepare dishes they enjoy and in return they might bring a good wine that we both enjoy we just have a good time together ok 所以我主要对于这种 的看法就是 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什么 来展示你的温暖 对吧 或者说展示你的这种好客的这种心态 的一个表现吧 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它是在我们的文化中 它是什么 deep-rooted 深植入我们的文化中 然后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对吧 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 还是whatever的 ok 我后边又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 我就说 只要有人来我们家的时候 我一定要会准备一些人的爱吃的饭 饭菜 对吧 那通常来说 作为回报 他们也会带一些 比如说喝的 还是什么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享用 这个饭菜 ok 第三题 What kind of people do you think are more likely to invite others to their homes 那我觉得就是 啊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第一题第二题 我们都讲了 这是什么 我们的一个deep-rooted culture 对吧 就是 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很喜欢 对吧 叫别人来家里吃饭 第四题 who are more likely to invite others to their homes people in the countryside or people in the city 这样呢 是终于具体一点了 对吧 进行了两种人的对比 一个是乡村的 一个是城市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 这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因为我稍微想了一下 人们通常觉得 在乡村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更频繁 对吧 因为很多人就是 吃饭点 然后就去串门了 然后在这坐着吃两口 在那吃两口 啊 所以反正谁进来了 就拿双筷子 拿给他个碗 拿双筷子 他就吃 但是我后来一想 其实在城市里也一样 人们也经常跟朋友聚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这整体来说 就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说 我说 或者说更会去邀请别人来家里边 因为 但是他们邀请的人是不一样 对吧 你说在这个农村里边 乡村里 可能你就是自己的亲戚或者邻居 但是呢 一般来说城市里边 我感觉邀请邻居的也不多的吧 一般就是朋友和这个商业伙伴 第五题 Ar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countryside more popular than those in the cities 是不是这个旅游景点 在乡村就比城市里边的更加的popular 我觉得这肯定不一定 对吧 这旅游景点区别太大了 你要说什么武艺居景区和那种 什么特别牛的博物馆 你首先取决于这个人 他想去看什么 所以我会说 It really depends China is a huge countr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So there are all kinds of demands 对吧 所以我上来就先讲了 因为人们的需求不一样 对吧 中国是很大的国家 然后呢 也有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 所以呢 什么样的需求都有 People living in the city Usually enjoy all things in the countryside to escape the hustle and bust of city life 这个咱们讲过很多次了 逃离城市的喧嚣 对吧 城市里的人喜欢 这个去countryside 但whereas people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smaller cities love to visit large modern cities for their wider range of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就是这儿 虽然咱们讲的稍微有一点点 像这个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啊 但实际上你想想这是 这是同一回事 你去乡村的这个旅游景点的一个目的 就是去escape hustle and bust of city life 对吧 然后那其他小地方人 为什么会觉得大城市是个旅游景点 就是因为这些景点会有更多的这种activities 对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么 它的本质就是这么回事 第六题 what facilities are there in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your country 有什么样的这个 怎么说旅游景点附近有什么样的公共设施 那首先呢 不同的公共不同的景点 旁边具有不同的公共设施 所以你很难讲说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 对吧 所以我说 China is a large country and its tourist attractions vary in terms of facilities take the Beijing National Stadium commonly known as the bird nest for instance it's a major tourist attraction and a public stadium accessible to local resident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natural buildings in China that remains in the original state without extensive minmate facilities 所以我这主要做了两个对比 一个是 从旅游景点的角度来说 你比如说鸟巢 对吧 就是北京国家体育馆 对吧 它也是一个旅游景点吧 这个没问题 但是它同时呢 也是一个设施 对吧 一个public facility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 你要是去一些比较偏远的 对吧 就是你去看我们的大好河山 那旁边什么 什么这个人造的facility都没有 OK 所以我是通过这么一个局比 我说every depends 对吧 这个不同的旅游景点 就有不同的设施 OK 好 那这也就是我们人物类的三个话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